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个礼拜帮大家 喵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上礼拜我们谈的 大家到底落在哪一个政治认同的光谱 反应好像还不错 有点意外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哪几个光谱吧 从统派跟独派的光谱来看 最统最统就是红统 就是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 再来就是华统 也就是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 再来就是华独 就是你虽然是维持现状 但你认同中华民国 再来是独台 就是你认同是台湾 但你也是觉得维持现状 再来就是台独 台独的话就是希望 能够证明推动自己的国家民 成为台湾 然后再来再更独就是 要自现建国 就是要重新打造一个完全新的国家 我本来以为这个议题是 就是平常有在关注政治 就是这类主题的人 都会知道的一个观念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 因为我们在一些社群平台上 我们有做调查 然后也有把这张光谱图 就是传出去给大家干 就没有想到反应超热烈 对没想到意外 打败叶玉兰的气炸锅 比气炸锅还要炸 还要气炸 对对对 这个处籍有点让我们出不意外 所以我就想说 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 这么有兴趣啊 所以就来看看说 我们在不同社群媒体上 我们调查结果 大概是怎样 因为很粗略啦 我们统计一下 在我们不同平台上面的留言 那在Facebook上 我觉得这个可能 也比较对我们一般的 这个Hardcore 算是卧槽的大本音啊 对算是比较 比较符合我们想象 就是他们在 大多数都是建国 就在最独的那一边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台独 大概五分之四是建国派啦 那再来就是大概五分之一是台独 那当然还有些少部分 可能是华独 还有一位华统 就是三民之无異 这个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就跟你很像啊 我没有华统 不是华统 我是说他这个调查结果跟你很像 就是你上次说 你是在那个台独跟建国之间 Facebook的留言长的就是我的样子 对对对 果真就是总编辑长什么样子 Facebook结果就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来是Instagram IG Instagram通常是我们的读者 应该是偏年轻吧 我在猜啦 IG的使用者通常比较年轻 因为老人家已经在Facebook了 所以年轻人移民到IG 好不是重点 IG的投票结果呢 就是说 一样虽然是建国的最多 但是比较起来大概就是三分之二左右 那大概还有就是三分之一的人 分别是像台独啊 还有就是刚刚讲的独台 还有华独 就是维持现状的人比较多了 那还有甚至还有就是大概我们大概一百个投票 还有大概六个人是华统 就是六个人六个人是那种要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那种不过你知道我们的留言其实也有觉得说还是有点搞不清楚说独台跟台独 他到底差在哪 糟糕糟糕 那是我们的解释 可能只是没听节目吧 有感对 未看先有点 不然就是我们讲的不好 对啊 所以台独跟独台 我觉得最最好去分的就是有没有对于维持现状有认同 对对 因为如果是独台的话 其实他们强调的重点还是维持现状 然后但是台独的话是认为说我们想要推动一个国家证明为台湾 不过很多人都是在这两者之间 对独台独台独台 看法还是叮哒叮哒在跳 有点像现在的公约术毕竟还是也许是一部分的中华民国一部分台湾嘛 就所谓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一般人的这个光谱大概会是录在这种中间 那我们的推特呢 因为推特是说很多旅外人士啊 什么意义人士 那旅外是说被Facebook和IG赶出来的 不是啦 我是说可能在国外生活 因为在美国或日本会比较有那个推特的习惯 然后我们其实 我们推特也有哦 也是建国的最多大概十分之三左右 就是建国 然后十分之一台独 现在就零零星星 有一位红童的人士有来留言 这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按错还是就是 因为推特上也很多古堡小粉红啦 说不定是来自对外的女生啊 然后YouTube上我们其实也有投票 不过这个投票人数也是偏少啦 然后一样也是 就是台独的比例是最高的 在就是建国 哦对台独的比较多啰 对对对对 诶这样相反耶 诶对啊相反 没想到 台独比较多 然后建国是第二名 然后再来是 毒台跟滑毒 然后很好笑的是因为我们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原来YouTube的那个问题 最多只能问五个 可是我们的光谱其实有六个 所以我们就硬是把滑筒跟红筒放在同一个 但也有留言跟我们说 他们认为滑筒跟红筒是不同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就放在同一边 我们就对立了就放旁边 某些程度我可以理解啦 就是如果你站在捅的角度去看 一个是捅别人一个是被捅 好像这两个很对立对不对 但是说实在的我自己觉得 就是以一个结果论 以一个台湾本位的立场来看就是 没有这两个结果都是捅啊 对 你们谁捅谁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我不想要捅来捅去的 所以你们都对我 在一个相对台湾的角度而言 那边都是同一种人 然后就想要互相你捅我我捅你了 所以 好啦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大家回应那么想 那么热烈 但是希望是有导流到我们这里来 听我们聊一下这样子 试试看图哦记得点我们的连结来听我们的节目哦 对啊你有想要分享的留言吗 你自己看到有趣的 没有就是刚刚讲那个啊 那个什么红筒滑筒的那部分 其实每个礼拜我都会跟某某 就是brainstorming一下说 这个礼拜要做什么题目 就没有想到我们上个礼拜 大概推出没多久吧 就发现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对 就是叶玉兰的气炸锅事件 不是 不是吗 上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对对对 那个还没有重要到我们要谈它 应该没办法讲30分钟吧 可以笑30分钟 没办法讲30分钟 没有不营养 没有这不重要 我们要谈得起来是那个啦 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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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赛 对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到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了 真的对 但避免大家还是有人不知道 我们可以简单的再回顾一下 就是上礼拜那个WHO的那个 谈得赛嘛 他在8号的时候 在WHO开记者会 竟然就是公开指责说 这个台湾啊 还有就是台湾的外交部啊 就是在批评他指责他 对他做人身攻击 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那影片吧 就是他开记者会说什么 哇这三个月来啊 这个攻击 有很多台湾人啊 对他做攻击啊 外交部也知情啊 然后这个光是给他个人死亡威胁 就算了 我可以忍 对不对 但是你要误入我们的黑人非洲族群的时候 我就不能忍受 我要这样已经够了 我必须站出来说这些话 对就是come on OK 三个月前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 我们应该还在为就是什么 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很紧张 谁在管什么什么什么 坦德赛不坦德赛的 这个实在是让大家非常的冲击 老实说他前面讲说什么人身攻击啊 媒体攻击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都还可以理解 因为确实很多人 会觉得他做的不好 对然后确实也会扯一些无关的东西 可是当他讲着讲着 然后突然就说是台湾对他的一些非洲族群 然后或是黑人的歧视 我就突然觉得这个风向有点怪 为什么他会否刻意扯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这种招式就是 必须说是一个常见的一种 就是用总 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像中国也会这样子 就是当别人在指责 中国政府做的不对的时候 他就会拿出一个防御 就是你在说我 你在说我的Chinese 你在针对我们的种族 正常人身攻击 那我觉得这坦德赛用的招式也是一样 就是其实我们的重点在指责 坦德赛在WHO的一些实证措施 其实做的非常糟 但是他就拿这个种族的外衣 然后出来说 你攻击我 你在批评我 你在对我做人身攻击 这有人教他吗 这种族攻击 我不知道他跟中国关系 据说是非常好 我不知道这招是不是拿来用的 而且这种招式其实很有效 必须说 因为在那个欧美这些主流 第一世界国家 他们对于种族歧视这个标签 是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当我批上这个 种族歧视的这个防御衣的时候 瞬间好像就有种无敌的感觉 但是你看一样是歧视的议题 然后他今天丢在台湾的时候 台湾是整个爆炸 那今天他如果是说 好他其实是要讲给欧美人听的 就说跟你讲台湾人在欺负我 当一个黑人 所以你们就是他这样描述的话 欧美人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帮台湾说话 就说所以你跟种族歧视站同一边 会有这个逻辑 就会觉得可恶 因为当一个少数主义 我们讲说也许黑人 或非洲黑人主义这样的背景的人 当他说他受到种族歧视的时候 第一世界欧美国家的时候 比如说白左或是说这个白人们 他们很难去区分这个差异 或很难去解释 所以他竟然不碰就不碰 所以变成说在帮台湾解释上面 就会很尴尬 就帮他帮台湾人站在台湾这边 好像我也变成种族歧视的 你刚刚讲白左是什么意思 白左糟糕 这个议题好像说起来有点复杂 简单讲一下 就是第一世界就是主流世界 比如我们讲西欧或是北美 这些国家的白人 但他们可能会有些优越感 会觉得自己比较精 但他们同时也会有那种就是 我们要拯救全世界 这种左翼的一些心情 但是他们其实很多 还是会有一种第一世界烦恼 第一世界的烦恼 第一世界的烦恼 第一世界还有什么烦恼吗 就比如说他们的烦恼 卫生餐具是不是没有那么环保 但是就是其他人 这是比较离地的烦恼 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环境啊 健康啊 卫生但很重要 但是其实不是全世界 大家一般人所在意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很担心那种 种族歧视啊 这种政治正确的标签 会被贴在自己身上 他们不想要让别人觉得说 唯有种族歧视 对 所以就不敢碰 会把这个进而远之 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要讲 坦德赛的问题 其实 他的问题是 他就是一直在下策略 都下得很 就是没有在下吧 就是下得很快 就是或是跟中国一致性很高 而且他的争议 其实也不是在WHO发生的 因为他是伊索比亚人嘛 他之前是在伊索比亚当官的时候 他在他的卫生部长任内 就已经多次爆发那个 霍乱的疫情 而且他那时候回报 就有出了很多问题 就是他也是一样怕 就是会影响他们国内的什么 旅游啊 或是一些贸易啊 所以他对于疫情的通报 也是就是延缓 然后直接说 这不是霍乱哦 这个是叫做 即兴水样腹泻 就是用一些其他的名词 你讲这个故事 好像有种事成相似的感觉 对 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像 有没有 他的那个节奏 跟他那个做事的方式是一样的 对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在PHO批评他 台湾代很多批评 但是重点其实是 他做的事情 而不是针对他的种族背景 所以用种族歧视来掩盖自己的狮子 这种招式其实蛮 必须说这是蛮厉害的 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公开言论的那个文字 他说台湾外交部对他人身攻击 对就是他如果知情这些各种攻击 然后还加入这样子 这样真的是有点没凭没趣 对啊 其实对啊 这个其实蛮恶劣的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可能很有可能是有用的 蛤有用 有用啊就刚刚讲的啊就是很多白左或是第一世界国家 就会中招不敢批评他 那你觉得 你觉得因为台湾人是一定很生气嘛 所以当然我们在网路上就是有看到很多就是声援的声量啊 可是你想 当然对我们没有用 因为是说我们种族歧视 那别人呢 他听到他说种族歧视 他就相信我们真的种族歧视了吗 其实当然我就 最近也有一个影片很红 是那个福斯新闻 就Fox News的那个一个主播在节目上干狡调谭德赛 但必须我要先跟大家讲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福斯新闻 某些程度他的在美国社会扮演的角色 就会演像是台湾的中天一样 那台湾中天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你们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OK 对所以美国福斯当然他是一个可能立场相对偏颇 或是有很强的既定立场的人 他是偏谁 偏川普啦 也许你说共和党 或是就说川普这样子 对那你就看到他们 其实美国有些比较保守派 或是对中国等等比较不爽的媒体 其实也是批评的很直接 像我刚刚讲福斯新闻 就直接通骂坦德赛 就说这个就是根本就是中国的法真筒等等的 所以美国的媒体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声音 或是像我另外一篇是那个 另外一个有名的 很有名的报导 叫那个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就直接叫 把那个文章整个题目就叫做 World Health Coronavirus Disinformation 就是世界卫生的那个 那个新冠病毒的假讯息 他其实就直接把WHO变成一个 就是现在是一个假讯息发布中心 他的副标是写说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北京低头 已经伤害了这个对全球对抗疫情的这个能力 所以其实不只是你说很偏共和党 或是一个相对比较中介主流的媒体 多多少少现在对于WHO的状况 都是有点在不爽 但很尴尬的是 因为像因为川普WHO不爽 那他们有些反川普的媒体 就会反川普所说出来的言论 对怎么说 就比如说因为川普讨厌WHO 所以有些讨厌川普的媒体 就不想要follow去讨厌WHO 就是国外媒体有针对WHO 譚德塞言论做了很多的新闻报导嘛 然后很多的属于他们编辑台的诠释 其实我们卧槽也有共襄胜举啦 其实其实我们那一天就是 譚德塞开那期整个那天 我们就刚好手边有些早就整理好的资料 就陆续整理出来丢出来 弹药都准备好了 其实我们早就开始准备在写了啦 等时机丢 你知道那一天其实是怎样吗 我那天就是比较晚来 然后我就看到你们一群人 就是围在那个影音编辑电脑后面 然后我心想说发生什么事 然后原来你们在剪那个 譚德塞的言论的影片 那个我昨天晚上其实就看到 前一天晚上就看到在准备剪 想说对要抢快 一早来同事就要修理人 除了那个影音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做了 就是他的一些黑历史 其实整个 譚德塞黑历史不如说是 很多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在被中国影响的各种黑历史 然后还有一个也算是 蛮popular的就是那个 事件周 对啊 这篇文章也是很意外的 受大家的喜爱 对啊 就是其实就整理了 就是WHO有很多 就是有点荒谬的言论 像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其实回头去想 当然我们有争论 自己回头去想 也就可能会有影响 就是其实在疫情初期的时候 WHO一直不想要 就是对这件事情 就是下一些 这是很强制的 建议大家做一些强制的作为 像一开始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 他也不建议大家为了防疫 禁止什么旅游啊 或是贸易的限制啊 然后其实他一开始也说 这个也没有证据会人传人啊 那甚至到那个 一直是忍处理欸 而且其实人家说 疫情真的发生是12月底 可是到1月 甚至整个1月 他们都还是 他们的态度都是觉得 大家不要对中国 就是这个禁止旅游啊 这样子对这个疫情 没有帮助 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干嘛 那时候我们已经关门了 开玩笑 对不对 对关门咯 那个大家可以回家咯 对对对 打开玩笑说什么 反正我们也没在里面 不让我们试 对 所以他1月底的时候 还在去跟那个 那个中国 去飞去中国 他们的官员 然后就说 啊这个对中国的防疫 充满心心啊 一定可以的 然后不要从武汉撤侨 大家相信他们 Come on 对所以你其实 后续陆续发现的 很多的国家 这个第一个病人 医療病人 都是从中国武汉过去的 所以你看 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现在死了这么多人 如果WHO一开始 就做出正确的判断 很多人 很多国家 不需要死这些人 这某些程度 你真的可以把 人民算在他身上 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 像我们一样这么了解 中国 对 所以我们才可以很中立的 独立的做出 属于台湾人的判断 对 其他可能就是 WHO既然这样讲 他们会以 WHO为标准 对因为 我也可以想象 如果你不是跟中国那么熟 或是想说 这应该就是一个 一般的疫情嘛 那我们就听WHO就好了 但是没想到 就是会 发生这样一点串的事件 真的是 辞掉危机 真的 WHO必须被挤上一笔 就是为了就是要给他画一个那个 我们画一个X 对 对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报导 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应该有些点解 会放在这个简介的旁边 好啦 反正谭德赛 他就是做了这个 非洲种族歧视的言论之后 其实后来有发生 几个有趣的新闻 算是被反江义军啊 说到歧视 我不知道前两天的新闻吧 就是那个 中国广州 他们其实现在发现 针对就是非洲族裔 就是黑人面孔的人 我看到你是这样的面孔的人 我就直接特别抓你来做强制的筛检 所以我真的在想说 所以坦德赛 坦德赛说 台湾人歧视 他是不是有点搞错 你说台湾是中国 他又自己搞不清楚了 他是不是其实想要说 是中国在攻击他们 然后歧视他们 而不是台湾人 然后真的有点困扰 有点像是 我觉得没有搞不清楚 那个用字就是很明确啊 而且的支持 就是把我们的名字 哇让我们在全世界曝光了三分钟 我觉得台湾的名字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响亮 在全世界的媒体上闪耀着 希望下次再这样出现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新闻 不过说话启示 最近你有没有看那个口罩 你口罩什么颜色的 我口罩是浅蓝色的啊 所以女生戴蓝色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就是你要讲那个我们令人喜爱又温暖的 你不要这么粉 不要这么粉 我是阿中粉 我也是阿中粉 这个政府官员要监督他们 就是那个事件是这样的嘛 就是因为之前有人提到是 有妈妈说小男孩 然后说都只分配到粉红色口罩 就是她戴的很别扭啊 然后男生会被人笑之类的 所以但是因为 其实当然第一步我们要想说 其实男生戴粉红色 或是女生戴男生 为什么不行 没有这种既定的颜色嘛 这也是属于性别歧视的异环吧 对这是歧视的一种 对啊 所以昨天 昨天嘛 应该说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 那个指挥中他们开记者会 就是他们这些这个部长们 就官员们就一字排开 都戴上了粉红色口罩 对来证明就是说 男生也可以戴粉红色 我觉得倒不是说 证明男生可以戴粉红色 而是说只要是口罩 什么颜色都有用 对对 既然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挑 要上战场说 我的枪的颜色 好像因为不太喜欢 不符合我今天的裤子之类的 可以打就好了 可以等子弹就好了 你还care什么颜色 我都想到了 都要提醒一下 可是你看 很有趣的是 当我们大家看到说 这一字排开的男性 都戴粉红色口罩的时候 觉得很贴心 这些男性戴上粉红色口罩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一字排开的官员 都是男生呢 我们还是要监督一下政府 我们政府其实关于 当然我觉得那动作 有一点期待你挑苦头 你这样讲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监督一下政府 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但那动作真的很贴心 我觉得那种 大家戴上粉红色口罩 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化解 你可以想到 真的有个小朋友 男生在学校被笑 然后隔天 这个新闻出来 他可能反而是同样 不是我就是男 我就是厉害 我觉得我戴粉红色就OK啊 为什么 why not 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 还是有一些代表性 就是说台湾性别意思还是蛮强烈的 公务员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照理来讲 应该是连这件事情都不应该发生 对就是一开始大家就不应该要对男生 男孩小男孩戴粉红色口罩 这件事情有影响歧视或是有意见 而且在那个卫福部的那个留言下面 其实有很多的男生 他们就自拍自己戴粉红色口罩上传 我就是觉得说 我就是你知道是那种悲喜 就是还要强悠 就觉得有这样的意识很好 但是还需要一直不断的强调 是一件 就我们还需要加油啦 这是我们需要加油的地方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跟 你讲鸡蛋也挑骨头嘛 或者说这是表示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挑剔 就是我们做的好还要更好 我们有口罩还要去演词 你扯太远了 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想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 谭德赛他讲台湾人歧视的言论 他背后可能是有什么政治意图吗 或是说政治策略 就是我自己也相信 他一定不是只是一个发发牢骚 他也不是讲给台湾人听的 他可能也不是讲给台湾人听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新闻其实也没有说热很久 就是到大概周末吧 然后昨天那个阿中 粉红口罩 就是粉红开展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聊聊都挺有趣的 没错 好感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 然后我们刚刚聊的一些话题 还有我们分享一些卧槽 就是记者跟编辑非常认真写的文章 我们都会分享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 Spotify SoundOn跟Apple Podcast上面 都有节目了 都可以找得到卧槽的政治哦 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 然后我最近有感受到确实真的有人在听 对对对 怕了吧 而且还有人留言说要去吃卧槽 有点感动两行眼泪掉下来 还有人私讯我们的脸书 就是我是从卧槽的政治来的哦 对那你有没有好好回人家 好大家赶快记得 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来我们的卧槽的粉专来私讯我们 好我会请萌萌亲自回你 我会记得回复大家的 然后你显然就是没有回 对我们的脸书跟IG 还有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订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内容 希望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内容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我们 支持卧槽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那就希望下个礼拜我们在 空中继续相会 空中继续相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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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